我们来看一个临床上很常遇到的状况 这个case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事 第一件你做假牙了 你的假牙下方的针牙还是有可能会蛀牙 他最常做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假牙跟针牙的交接的那一个持颈部 如果你刷不干净 或者是说假牙做的没有那么密合的时候呢 他都很容易从那边住进去 那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用牙线穿引器 带一条牙线去清那个牙桥下方的那一个位置 还有他支阻牙内侧的牙根的部位 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你牙桥 只要有一颗支阻牙有蛀牙 你整个牙桥就要拆掉 那这一颗住的支阻牙呢 我们需要把他住牙的部分拿掉 那如果说住的很深的时候 你可能这颗支阻牙就要抽神经 才能再套假牙 或者是说甚至他有时候真的住的太大 只剩残根的时候整个牙齿都要拔掉 那这个case 医生在把他的住牙全部拿掉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非常靠近神经了 那虽然有一些黑黑的区域 可是医生非常的确定 那个他是很硬的牙本质了 所以还好他没有住到神经 所以他可以直接一磨在座上面的新的牙桥